这个视频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生酮饮食时候呢,喝的骨头汤 现在这一锅汤呢,就是那个五花肉炖牛骨汤 大家从画面也看到了,就是那个骨头就是它 肉比较少,而且油也比较少 所以我才搭了一块就是肥的五花肉 生酮饮食,你真的要拥抱油脂哈 不要害怕油 大家也看到就是我这锅汤的话 就是浮面的油脂很多 不要撇掉它,这些油才是精华 把它喝下去 我呢,一般是在睡觉之前 把已经解冻好的就是牛骨和五花肉呢 就是放在那个电炖锅里面炖 然后呢,那个时间大概就是炖五六个小时 之后它就转为那个保温状态了 之后呢,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我一般第一步油漱口,用椰子油来漱口 然后呢,我就会喝大概十五毫升的椰子油 然后呢,接下去再弄弄呢 我一般我会先把这碗汤喝掉了 然后我才去上班的 我不大会就是把这碗汤带到公司的 因为我怕到时候那些同事啊 或者什么都说,你怎么喝那么油的东西 然后你又要解释给他们听 要不你又要躲在一旁自己喝 这很麻烦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ketal or debt了嘛 然后就这么一碗汤的话 我能够让我一整天都没有饥饿感了 到我下班 即使我工作再忙 然后就是说很有压力啊 很紧张的工作都好 我都OK,都应付得来 当然了,我是做鞋子楼的 就是不是做老体力活动的 所以我也没体验过 就是我要做体力活动的时候 这碗汤够不够用 然后下班回来呢 我都会到超市去买就是低碳蔬菜 然后呢,再看一下自己想吃什么肉 就是要不要煎粪牛排啊 肥一点的牛排啊 或者就是煎点五花肉啊 或者买一个连皮大鸡腿啃一下 或者有时候我就是晚上 完全什么东西都不吃了 这不是说我刻意去做一个 就是温和的油断食 只不过就是,还是那句话 Listen to your body 就是我想到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会去吃 不想吃的话,那我就无所谓 早上的那一碗汤呢 其实我是不吃汤渣了 那个五花肉我也不吃的 所以其实你只是喝了一碗充满油脂的 充满矿物质的 汤进去 算是一种很温和的油断食 在生酮饮食中 每一餐都要记住做到高脂肪 低碳水 适量蛋白质 就好像我说我会买低碳蔬菜来炒 我会用猪油来炒的 炒过菜的人都知道 其实炒菜是很好油的 像我炒大概一公斤的椰菜 我起码要用30毫升的猪油 所以生酮饮食不要忌讳油脂 一定要拥抱油脂 好了 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生同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